嗨,我是恩利 日本強投三本遊生 上週以12年3億2500萬的合約 追隨大谷翔平的腳步 加盟了洛杉磯到齊 這張合約破了大聯盟投手 合約總金額記錄 原紀錄是Gary Cole跟楊姬簽下的 9年3億2400萬合約 從沒經歷過大聯盟打者席底 卻領到破紀錄的合約 今天影片就要來探討 這張破紀錄合約 為什麼三本會獲得大聯盟球隊這麼高的評價呢 這場三本遊生爭奪戰 吸引東西岸豪門的興趣 據傳費城人也有報價 巨人則在最後關頭出局 留到最後三隊分別是 稻琪、大都會和楊姬 楊姬最後報價是10年3億 其實平均薪資比較高 大都會率先往上開 報價到3億2500萬 而稻琪願意跟進報價 三本最後就投入稻琪的懷抱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合約 平均年薪2700多萬 其實不算特別高 前面提到的Gary Cole 平均是3600萬 也不比Max Scherzer、Justin Verlander 平均超過4300萬的合約 但三本就是勝在合約長度 其實大聯盟歷史上 投手、顯少獲得長度超過10年的合約 大聯盟各隊還是會顧慮投手的傷病風險 過去太多一次大傷就回不來的案例 所以多數強投的合約 長度也不過7、8年 近代就算強如Clayton Kershaw 當年以26歲跟到期完成續約 合約長度也不過7年 所以三本的合約真的相當特例 之前大股想憑合約影片整理了到期未來的延遲付款 所以不少人關心這張合約是不是又有延遲付款了 別擔心,完全沒有 所以豪華稅計算就不需要考慮通貨膨脹 直接算2700多萬 到期可說是好好給大股一個交代 大股要求延遲付款 就是為了降低在豪華稅計算中的金額 給到期補強空間 到期交易帶回了Tiler Glasnow 還續了一張5年1億3600多萬的合約 再用破紀錄合約帶回三本有生 可說是誠意滿滿 再回到合約 三本的合約有跳脫條款 可以在兩個時間點跳脫 是在2029和31年賽季結束後 三本發展順利的話 有機會跳脫後再簽一張大合約 而三本的母隊歐利士猛牛 同樣在這次入閘收穫滿滿 到期給了超過5000萬的入閘費 說到入閘 三本還大幅刷新日值入閘制度史上 合約總額和長度的記錄 其實第二到第五名合約加起來 總金額才跟三本差不多 這張合約真的很誇張 也很難想像短期內有挑戰者 不過入閘費就沒有創紀錄了 松板大幅和打筆收有更多 接下來就要進入今天影片的重點 三本遊生值得嗎? 為什麼大聯盟球隊給他的評價這麼高? 我們很難跨聯盟比較球員的實力 不過今年3月舉辦的WBC 各球場都有裝設大聯盟的StackCast系統 所以我們在網站Baseball Savant找得到單場的數據資料 可以得知參賽球員的觀測數據 譬如球速多快打出去多強 製造了幾次揮空 三本在WBC出賽兩場 分別對象澳洲和墨西哥 總共投7點一局標出12次三陣 墨西哥有著大聯盟等級的打線 主力Randy Arrozarena Alex Verdugo Isaac Paredes 都是打擊能力相當出色的打者 對戰結果相當有鑑別度 三本在WBC使用過5種球路 四縫線訴求使用率將近45% 決勝武器只插球超過3成 還有曲球、卡特球和滑球3種武器 訴求平均95.3英里 可惜墨西哥一戰沒有轉速紀錄 更別提位移、轉軸等數據 無法直接跟大聯盟投手訴求比較 接著我們看到揮空率和擊球強度 必須先強調 這些數據樣本數極小 容易有偏差 這邊只是跟大聯盟平均相比 給大家做個參考 訴求揮空率18.2% 不如大聯盟2023年的平均22.2% 不過訴求被打入場內6次 平均擊球出速只有87.3英里 兩顆是超過95英里的強勁擊球 強勁擊球率33.3% 兩項都優於今年的平均數據 而三本最重要的武器紙插球 在WBC的數據非常可怕 打者被紙插球引誘出棒的比例 超過65% 其中又有47.8%灰空 三本在WBC的12次三陣 有8次是靠紙插球拿下 不只揮空率高 打者就算擊中也很難打得強勁 擊球出速和強勁擊球率都很低 這顆紙插球似乎容易讓打者揮空棒 但放在大聯盟這數據算不算高 我們來跟大聯盟幾名三陣機器 各自的決勝武器做比較 今年三陣王Spencer Strider的滑球 三陽獎得主Black Snail的曲球 和千赫恍大紙插球 揮空率超過55% 非常噁心 不過看到Kevin Gossman的紙插球 以及大谷翔平的橫掃球 其實40%上下就很夠用了 當然單一球路的揮空率能夠代表的意義有限 還是要看整體的配球 不過當三本的紙插球 數據可以跟這些最頂尖 最噁心的球種相提並論 我覺得就可以證明這顆紙插球潛力十足 另外曲球雖然在球探評價中備受好評 不過在WBC投得量不多 單靠速球和紙插球 恐怕無法壓制大聯盟打者 曲球很可能是第一年的成績關鍵 總結來說 三本有一顆大聯盟平均水準的速球 由成為頂尖武器潛力的紙插球 以及評價不錯的曲球 已經展現大聯盟一線強投的天分 給這張總額超過3億 平均超過2700萬 這種王牌等級的合約 不是完全沒有根據 但我比較不認同的是合約長度 12年真的很長 三本現在25歲很年輕 但合約走完都37歲了 我們看過太多30歲前屠殺大聯盟 30歲後健康狀況直線下滑的案例 但三隻有錢籌隊競架到最後 不出到3億就沒有競爭力 真的想要三本就是要出這麼多 而願意出到3億的球隊 也必然有承擔風險的決心 接下來我想聊聊三本在日職的成就 然後拿幾名大聯盟的日本投手比較 來討論我們可以對三本抱有怎樣的期待 三本永生在日職的成績非常變態 日職防御率1.82 近三年不曾超過1.7 累積投了將近900局 只被打36發全力打 同時送出922次三陣 只投出206次保送 三本也被日本棒球界高度肯定 最近三年完成陽聯MVP三聯霸 以及澤春賞三聯霸 澤春賞類似大聯盟的賽洋獎 不一樣的是日職兩聯盟一年就一位得主 不像賽洋獎兩聯盟各班一座 三本是史上第二位澤春賞三聯霸的強頭 上一位要追溯到1950年代 日職史上唯一400勝4000次三陣的名頭 金田正一 MVP三聯霸也很罕見 上一位達成的球員 剛好是歐利社的前輩 享譽美日的超級巨星 林木一郎 最近三年 三本在日職的載智力 可說是歷史等級的 近代挑戰大聯盟投手中 大概只有達比修田中將大接近 剛好這兩位也都在25歲挑戰大聯盟 比較他們賦美前的成績 田中控球最精 達比修最後兩年三陣功力最強 三本防御率最低 尤其最後一年1.21 太扯了吧 田中將大挑戰大聯盟的前三年 成績相當漂亮 繳出前段先發的水準 不過後面殷商壓制力下滑 達比修旅美12年 累積超過百勝 明年即將挑戰大聯盟生涯2000K 成功的話將是首位達成的日本投手 他生涯美酒局三陣超過10次 是近代大聯盟數一數二的三陣機器 另外他兩度在賽洋獎票選名列第二 2013輸給Max Scherzer 2020輸給Trail Bauer 雖然整個大聯盟生涯成績又起伏 不過巔峰期是有頂尖牆頭的壓制力 參考這兩人表現 期待完全載至日直的三本成為大聯盟一線牆頭 相信不為過 而且看達比修跟大谷相評 他們來美國後持續調整精進自己的投球內容 期待同樣很年輕就來美國的三本能繼續進化 我覺得也很合理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看稻奇的宇宙陣容 在簽下三本之前稻奇跟光芒完成筆交易 送出潛力投手Ryan Peppelt 和外野手Johnny DeLuca 獲得牆頭Taylor Glasnow 以及外野手Manuel Maggot 之前大谷相評合約影片提到 稻奇野手陣容完整 最大缺點就是先發投手 稻奇用兩筆操作 網羅Glasnow和三本 補上先發輪值的缺口 陣容幾乎沒有弱點了 Glasnow還馬上跟稻奇完成續約 確保了未來五年的投手戰力 稻奇新賽季輪值前四號 預期是Walker Beulner、Taylor Glasnow 三本遊生和Bobby Miller 列出成績來看 Glasnow近五年有著王牌等級的頂尖身手 Beulner傷前是稻奇王牌 Bobby Miller去年新的年展現絕佳天賦 尤其四方線訴求均速超過99英里 未來發展相當令人期待 這組輪值的上限非常高 甚至有機會變成四張王牌 但是明年的調度 可能會讓教練團傷透腦筋 Beulner剛從Tommy John手術回歸 上半季可能還需要適度的保護 Glasnow傷病史非常豐富 單季投過最多局數只有120局 是近年著名的痛痛人 三本遊生挑戰大聯盟第一年 要馬上整季投移修飾可能太勉強了 也需要適度的保護 Bobby Miller很健康沒錯 但他綜合大小聯盟 也還不成單季投超過150局 換句話說到期可能需要多準備點投手深度 目前輪值還有MS Sheehan和Ryan Yarbrough 可以作為第五號先發和輪值備案 農場也有Nick Fressel和Gavin Stone 兩名名列百大新秀的投手 都在等大聯盟的登板機會 在考量團隊薪資已經相當驚人 目前預估到期明年團隊薪資超過2億8800萬 就像之前影片提過 如果到期最後薪資突破第三層稅限 2億9700萬 豪華稅的稅率就是現行製助最高的110% 除非打定主意就是要繳110%的稅 不然到期的補強應該就到此為止了 接下來頂多是簽一些福袋型求援 增添一點陣容深度 到期這幾年投手成績都很漂亮 但傷兵也很多 人手是越多越好 到期陣容薪資如此驚人 期待自然也是非常高 期待連霸分區只是基本 再度挑戰世界大賽冠軍是合理的期待 不過到期這幾年季後賽軟手的標籤 總是撕不下來 季後賽變數太多 在強球隊都無法篤定奪冠 只能期待新陣容新的化學效應 能夠幫助到期再捧金杯 最後提問時間 近年日本投手前撲後繼的挑戰大聯盟 你覺得哪位投手後續發展最出乎意料 或是覺得誰最可惜呢 歡迎留言分享喔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幫我按下喜歡並訂閱頻道 也歡迎分享給身邊的聰明朋友 掰啦